61 《大公報》 港人不想消費減內地客來港競爭 2015年7月22日中國經濟11人民幣升值有人歡喜有人憂 對在內地設廠的港商以及一些曾經喜歡北上消費 置業居住的港人來說不算是好事 但對於來港消費的內地旅客可謂事檢到大便宜 加至香港開放自由行,內地來港消費旅客過去十年競升 內地物價低廉,上世紀九零年代港元的匯價高於人民幣 以1997年香港回歸當年為例 一港元對人民幣的官方匯率為1.07元 一百港元在黑市更可換上約120元人民幣 春節前夕不少港人均喜歡到廣州珠三角一大半年貨 假期也會到當地旅遊購買土產 內地較低的生活指數也吸引不少退休人士到家鄉置業養老 然而隨內地經濟起飛,美元對人民幣轉弱 連帶與美元掛的港元也出現貶值 港人帶舉不想消費的情況一去不反 據香港規劃署去年底發布去年首季進行的統計數字顯示 在為期兩週的統計中,發現居港人士往反內地次數減近一成 跨界往內地消限人數三年間更跌兩成八 有24.6萬多人減至17.7萬人 相反,內地人士跨界來港消限人數激增近一倍 增至12.1萬多人 內地於2003年7月末正式實施港澳個人遊 准許內地居民以個人的方式前往港澳地區旅遊 推出初期,隨2004年到2003年急增於四成外 2005年至2009年,內地旅客訪港人數未現外年急升情況 直至2010年以後,內地訪港旅客出現爆炸性增長 見附表,尤其是2012年底港幣跌破八算時,內地旅客更是蜂擁而至 內地旅客來港以消費為主,採購種類廣泛 由名牌中標、手袋鞋里、黃金珠寶等高價消費品到一般生活百貨 更有不少內地人在訪港期間順道置業,即以賺取租金回報